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新推出的熱扇2.0版 那它是專門用來做這個防水層 濕作前的一些坑洞的修復或是裂縫的修復 還有就是說這個壁面有一個比較低 我們要去墊高 活層的墊高 我們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材料來做 那它的規格是一包是五公斤 大概可以墊高的高度大概是1平方公尺 大概2到3mm這樣一個厚度 那它通常是會搭配六角網來做施作 達到一個非常好的抗戀的一個性能 那待會我們來看它的施作方式 好 首先我要把這個膠泥做攪拌 那它這個是一包是五公斤 這量是1250 25%的水 攪拌一次後靜置3到5分鐘 待會再來攪一次 攪拌一次後靜置3到5分鐘 好 靜置3到5分鐘後再攪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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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來墊高這個部分 我們用六角網搭配熱扇2.0版來做試做 首先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檢討的六角網鋪設在地面上面 然後將熱扇2.0版的話 攪到這個布的上面 然後把它做刮平的動作 把它抹平 好 再來就是這種 這個地面上有裂縫啊 或是不是很大的這種坑洞 來做修補的時候 那一樣 我們把這個 我們可以先 先將 比較深一點的坑洞 先稍微把它補起來 好 好 然後將這個 這個六角網鋪設在我們的捏縫上面 然後再將這個 熱扇2.0版 好 防止在上面 好 所以將先把 要弄到四個角落 將鋪固定 好 好 我們修平的原則是 把六角網完全覆蓋 為目標 那如果是 還看得到網子的話 我們就 再補一些 材料上 上來 然後再把它推平 然後 覆蓋整個 六角網把它覆蓋掉為原則 好 這個裂縫修補完之後 就完全把下面的這個 裂縫都已經覆蓋了 然後它的耐磨性非常好 甚至 我們這個 車輛在上面跑動的話 它也不會連開 好 第一次變高之後 如果覺得 這個 厚度 厚度 不夠的話 好 然後 刀度差一點點的話 我們可以再 再做同樣的動作做一面 好 那一樣先 好 放上去 好 然後 把攪拌的料 放上來 好 然後把這個 料 推到邊邊 把它鋪平之後 齁 就完成了這個 墊高的動作 好 第二次墊高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個 水準值來測量一下 還有是不是 我們要的這個 斜度之後 齁 那 這個墊高的功夫就完成了 這個墊高的功夫就完成了 好 所以說 樂上2.0版 其實它是一個功能很強大 齁 擁有透氣性 也有很好的黏著性 齁 的一個修補材料 齁 是大家在做 目前做DIY的 的工作裡面 是一個好幫手 齁 歡迎大家來 做一個 做一個實用的動作 好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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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